生命的大智慧 自古以来一般的教诲都是 人要表现坚强 无要柔弱 人要表现聪明 无要鱼卤 不过中国历史上 却出现一位老子 与众不同 人要表现柔弱 不要刚强 人要表现鱼卤 不要聪明 人要无为无我 无欲居下 清虚自然 一般人都认为刚强好啊 刚强的容易折断 柔弱的能够保全 比如说 你身上什么最硬 什么最软 牙齿最硬 舌头最软 你看 到了我这年纪 牙齿全都脱落了 舌头却完好无恙 大树比小草刚强吧 是哦 台风来的时候 大树经常被连根拔起 小草就蛮好 风无形无体 却能够拔屋倒树 水可芳可云 能够淮山相邻 这不是说明了 刚强的未必是墙 柔弱的才是真正的墙吗 一般人认为聪明好 但一个职者应该表现愚弱 大智过瑜 大富翁通常深藏不落 我没有多少财产了 反正 反正一个双手带满金戒 嘴装金牙 紧挂金面的人 家里可能是空空无意 哼 这是外表壮阔的家伙 如果想有所成就 一定要把全部的智力 精力集中在一点 而在其他方面 做一个语者才行 请问你诗书画 样样都行吗 对不起 我只懂得下棋 其他方面不行 我诗书画都有研究 你最惊的是什么 什么都不惊 他是围棋第一高手呢 我只是皮毛之剑 什么都只懂一点点 人不能处处装聪明 想面面俱到 碌碌皆通 结果变成肤浅之支 碌碌不通 老子认为 柔弱就能牵下不争 鱼卢就能弃华取食 一切不循自然 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 而老子却能看到里面 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正面 而老子却能看到反面 老子的思想挥霍有容 可大可久 能处顺境也能处逆境 虽欲挫折打击也能承受不到 还能迂趋转进 老子反对物欲 讲求精神生活 反对人为 讲求提法自然 重视精神生活 以精神来意识无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